今年的話因為剛好我記得去年市長一直在來的時候 又說今年的話是補成的一個建成400度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想說我們今年的話也想跟台南這樣一個深度的合作 那我們這一次主要是合作是關廟鳳梨 那關廟鳳梨的話在我們解鮮的話 它其實可以帶來應該說 想要關廟跟想要鳳梨這件事情 希望說可以在小美酒購買的話可以在大士納水的記憶度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我們 山上區 山上區 山上很好 台南鳳梨都好 台南的水果都很好 然後那個 整個那個水果的話呢 這次的話 預定會從今天開始到6月11號 我們也會來選家買這個 我們的關廟的 我們的那個解鮮風 金座風里的話 那個有第二屆六十零 兩屆八十零的活動 也相信 希望那個所有消費者可以來參與 然後後來我們這個台南最好吃的一個水果 以上再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我們成友的陳經理 其實呢我們台南的水果真的是非常的豐富